刚采摘回来的乌铃参 也被堂堂熬制成了粘稠的药膏 这个 得太爷爷 太奶奶吃的 你们拿着 好好好 太爷爷拿着 因为陈锋在市里 还有事情要忙 所以 也只赔了几个长辈三天 就要回去忙活 堂堂 你就留在家里吧 过几日我再回来接你 好哦 堂堂听爸爸的 你放心 堂堂在家 我会照顾好的 很长 爸爸 你要想堂堂哦 嗯 肯定想你的 去市里的路上 陈锋还专门 因为温泉去了一趟大队 找到陈满主任 我想问问百英安那边的地 都是在谁家名下 之前问过安主师傅 安主师傅自己 也不确定那温泉的地方 是属于安堂 还是别的村子的 好 我找找 回头有消息告诉你 最后找到的结果是 那一片都属于百英安管辖的 这块地之前都没人要 到处都是林木 也没耕地 所以那时候是写在 百英安下的 反正不值钱的东西 这样啊 谢谢满叔 这地方到时候能不能盖房子啊 现在那地方属于安堂的 只要安堂的人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小凤这两天已经在上手 会吆喝了 一开始他还说不好意思 看我喊得挺好 也跟着喊 我跟他说 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赚钱的事情 不丢脸 习惯就好了 现在他喊得逼我利索 说什么呢 我没说丢脸 我不习惯而已 大卢呢 他今天约了个老板 说看地呢 估计快回来了 说话间 大卢已经脚步匆匆地回来 嗨 方哥 你回来了 堂堂呢 堂堂没带过来 得子说你去看地了 看得怎么样啊 看着还行吧 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那人说 要几块一起卖 说不然不卖 我看中的地方比较偏家外 那地方便宜 很多地 房子不多 我觉得 等过几年大家有钱了 那里应该会盖起来的 反正我盖的这些 不着急的 只是 因为要几块地一块买 我又不想买那么多 所以可能买不下来 在哪里啊 要不 明天我去看看 要是可以的话 咱们一块买 方哥 你也要买吗 要是地方好 买就买呗 有钱 任性 好啊 好啊 晨风下午又带着药酒 去了乔乔家 阿风啊 你来了 嗯 来了 爷爷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 气色都好多了 那个好新人啊 资助了钱 然后给他买了个椅子 方便不少了 嗯 这些药酒 楼在这里 给街坊邻居分了去吧 好好好 便准备离开 倒是乔乔拉着他的衣服 似乎在询问堂堂 堂堂没跟过来 还在家呢 乔乔点点头 堂堂也想你呢 之前还说等回来了 继续跟你玩 乔乔很开心 连忙点头 等开学 叔叔送你们兄妹俩 一人一个书包 到时候好好学习 争取长大后 考个好的大学 从乔乔家回来后 陈锋又算了算家里的药酒 阿风 你这个要不要准备多点啊 到时候给卖给需要用的人 特别是农村那些 扭伤杂商什么的 多了去了 嗯 这个我有想过 等到时候堂堂回来 跟他商量一下 阿风 这个卖多少钱比较好 就卖五毛吧 要是遇到条件比较特殊的人 便宜点也成的 请 我知道了 随后 陈锋和大卢骑着自行车 去看买地的地方 地方不错 要是地没有问题 能正常交易 我就买了 肯定是正常的 你要买 咱们这边可以给你打电车了 不过 这是要这三块一块买多 你这兄弟打算买一块 我卖不了 我必须这三块一块打包了 认诚 三块就三块吧 方哥 这三块地不小 你要买那么多吗 你家就算家那安主师傅 也才四个人 就算你以后结婚 有媳妇有孩子 那也不用那么大吧 没事 为与筹谋也好 这人多了 地方要的也多 现在钱挣着了 可不就是得买点东西 往后有个落脚的地方 那好吧 回去的时候 大卢还是忍住问了去 方哥 你买这么多地 该不会是为了我吧 什么 我为了你 对呀 我这地要不是有你 我也买不下 你一下子买那么多 我觉得奇怪 我会为了你 我就是看中那地方不错 往后没准有大的发展了 你真的我那么喜欢你啊 花一千八帮你买那地 嘿嘿 不管是不是 我都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都买不下那么大一块地 嗯 那你可要好好给我赚钱 以后 你风哥我发财了 你也跟着发财 好哦 风哥 这房子可珍贵啊 光一块地 就要那么多钱 没准以后啊 九百块连一张床都买不到呢 这不可能吧 九百块 这得多少钱啊 哪能买不到呢 不一定这几年变化很大的 没准 真像我所说那样 那到时候 咱们这里买的就算值了 没错 我房子买好了 打算到时候 把爸妈都接到城里过日子 所以少不了要收拾收拾 店铺的事情 我准备交给小凤去忙 风哥 你放心 店铺交给我 我一定给他打理好 嗯 我放心 你好好干 争取把咱们这店铺 弄多一个分店来 到时候给你当店长 陈锋忙完市里的事情 就回去了 在陈锋回来的时候 陈母娘家一行人 也住了快一周了 也要准备第二天回去 爸妈 你们要多注意身体 我们会注意的 告诉你 你也不小了 也要注意身体 太累的事情 就让小辈去干吧 爹 我不累 哼 有安风在 你也不用怕了 这孩子是可造之才 为人也不错 往后会越来越好的 现在国家经济形势很好 这孩子当个体户 有前途的 等送完后开 陈母才去陈锋店 陈锋这回才和唐唐刚到店 妈 你们挺快的呀 就让我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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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